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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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军民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冬天里的奇迹 一队对苏联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地从红场上直接走向战场 顽强地把法西斯侵略者挡在了莫斯科城外 多少年后的2015年5月9日 面对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 俄罗斯人再次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事 他似乎在告诉世界这个民族不惧怕任何形式的外来压力 俄罗斯是崇尚英雄不忘历史的国家 从红场边未然矗立的朱可夫元帅巨型雕像 到莫斯科街头几乎随处可见的二战纪念碑 英雄浮雕户外大屏幕宣传片 这一切也在告诉人们是战争 锻炼了俄罗斯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 坚韧不拔的性格 如今这种性格早已融入到了俄罗斯人的身体内 成为了永久的基因将世代传承下去 毫无疑问 伟大的卫国战争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集体记忆 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远离烽火硝烟 想要重温那段历史 人们似乎只有从影视图书当中去探寻和体会 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更加向往穿越到过去 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当年的战火洗礼 而以二战为背景的载剧类游戏战争雷霆 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二战争雷霆 二战争雷霆 战争雷霆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 是一部涉及海陆空三军的军事游戏 由俄罗斯顶尖的独立游戏开发商盖金公司研发 游戏已还原最真实二战为宗旨 开发团体为此研发了超过450架个型飞机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另外游戏中的坦克高度还原 所有装甲厚度精确到0.1毫米 或许这种狂恶追求到极致的作风 正是战斗民族真实性格的写照 通过对细节的不断打磨 战争雷霆带给玩家的不仅有震撼 更多的是一种仿佛置身其中的感官体验 而将数百种坦克飞机等二战兵器 表现得如此唯妙唯笑 开发生是如何做到的 就此 腾讯游戏携手各路媒体 及网络达人亲赴俄罗斯 开启了一场发现之旅 亲身感受来自战斗民族的钢铁洗礼 大家好 我是兵器杂志的编辑白孟辰 我是军户孙片的主创科书压 我是斗鱼主播老铁 大家好 我是游民星空的主编大亚瑟 那么这次呢 很有幸参加这个腾讯的活动 去探访俄罗斯这个战争雷霆的开发商 本人是战争雷霆的忠实玩家 既然玩战争游戏的人 肯定要去见见战斗种族了 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开坦克 那这次呢 我们听说行程还会有 有开坦克之类特别棒的一些经验 那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好看的 有趣的内容 好 继续我们今天的军情揭码 经过七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我们的设置组来到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稍事休整 立刻动身前往战争雷霆的开发商 盖兴公司所在地进行实地采访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款被称为能获得最真实二战体验的战争游戏 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 战争雷霆开发团队所在的大楼 这个开发公司叫盖兴公司 这个公司很有特点 进来以后大家刚才可能跟着镜头能看到 他们强的宣传画全是二战时期的战争的宣传画 非常有气势 我还想告诉你们一点 我在这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来咱们往这边看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衣帽间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二战时期的老军装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大衣军大衣 然后大家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坦克手的坦克帽 我来给大家戴一下 怎么样 架着坦克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 公司对一个小小的衣帽间 进行如此细致的布置 本身就是公司文化的一种体现 它每天都在第一时间提醒所有的员工 关注细节追求完美 游戏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 而战争雷霆的开发宗旨是还原最真实的二战 游戏内所有的坦克和飞机都是基于现实而制作的 通过搜集那些被收藏的食物 查找他们的设计蓝图和技术文档 研究纪录片 阅读相关的回忆录和采访二战老兵等形式 搜集得到的数据汇总而成 其中搜集技术类的文档甚至会花费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当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准备完毕 开发团队便会开始着手坦克和飞机的建模工作 在游戏内建立了他们的属性 当所有的工作都完成 开发出的装备载具将会被送往测试部门 专业的测试团队会在游戏中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测试 并将反馈送给开发和策划部门 这两个部门根据具体的反馈意见 对载具进行调整和改进 最后这些载具才会被加入到游戏中 与玩家见面 从前期资料收集到最后产品上线 整个研发过程可谓极度繁琐 工作量很大 那么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从事这项工作呢 我我当时没有艺术衣统 我住手也讨历导 第二国之间的问题 尤其是工程 因为我自身上 zijn轻学 我 buenas做量的工程 这些工程 发生了不只鱮举手 但同时各种机会 你整个生意决定 你当时遇到了 刚才发生的工程 而現在的速度使用了,看得到有色的形狀。 你最近開始看到了,看得多的色彩, 看得多的樣子,看得到, 看得到,看得到形狀。 這些是從頭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形狀, 但你現在知道,看得到有甚麼美麗形狀, 看得到有些面穿的方法。 有什麼有趣的功能呢? 就是 很好的問題 一件事 是 做得 最好的 对于任何人 的荣誌 做出生意证 的 这一切 在 生意证 我 一方面 有规短径的技術 Burnfall 真的要理解世界 yet 每一部分部分技能 是否有sell装 這就是成功 虛擬的造型 Making Warファンダー 是以振興的玩家 就是玩家 所有技術 用来読者 互動跟挑战 在無關的打意 第一,我建议,我建议,你终于有多种技术, 你能做到一种技术,我建议你很久, 你很久了,你能做到一种技术, 我还要加很多技术,所以,你会做到一种技术, 首先,你看,我专心,你做到一种技术, 这些战争,感觉到这些战争,感觉到这些战争, 感觉到这些战争,感觉到这些战争, 这些战争,这些战争.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喜欢玩这些战争, 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些战争, 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些战争, 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些战争, 我们要关注决资争, 我们要连续动用战争, 要连续动墙的战争, 这些战争,我们的战争, 我们的战争, 我们的战争, 我们很快, 我们的战争, 但我们的战争, 当年苏军扬威战场的步兵反坦克枪 还有令德军闻风丧胆的高射重击枪 如今当他们再度怒吼时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而当你登上飞奔中的T-34坦克 置身于震耳欲聋的轰鸣和刺鼻的油烟中时 你又会对战争有何新的感悟 军情解码继续带您感受俄罗斯军事文化的独特魅力 领略战斗民族的别样风采 感受俄罗斯军事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起领略战斗民族的别样风采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军情解码 说到我们这次俄罗斯之行 既是一次发现之旅 同时也是体验之旅 而体验的对象都是重量级的大家伙 整个体验过程可以说充满了惊险和刺激 当然最大的感受还是震撼 那么我们的设置组到底体验了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了解为了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真实 游戏开发团队在收集装备声音资料时放弃了电脑合成 花大成本直接录制了参与过二战的飞机坦克的真实音效 炮弹的发射和爆炸声音也都是从户外模拟战场上真实录制 而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莫斯科电影场外景基地 就是他们一个采集声音资料的场所 在这里也会带给我们哪些震撼和惊喜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莫斯科西部距离莫斯科市中心20公里 这么一个场所 这个地方原来是苏军的一个坦克维修基地 现在是莫斯科拍电影 尤其是战争电影的这么一个场所 来咱们进去看一下 咱们今天在这里要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来咱们走 走进影视基地 给人们的感觉这里不是电影场 而更像是一座兵营 时常可以见身着迷彩服 斜跨自动步枪的人员在来回走动 普时还会有一对坦克从身边隆隆驶过 这让我们一行人在充满好奇的同时 也感到一丝的紧张 这里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体验呢 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安 不管怎么样先打扮起来 瞅着一身行头 看来今天大家是要过一把当坦克兵的眼了 可是这看似简单的穿戴却也并不轻松 上车之前先来了一个打靶热热身 看着两位绑大腰圆的俄罗斯壮汉 他们手里在摆弄什么 走进一桥不由的吓了一跳 这居然是二战中苏军使用的 杰格加料夫反坦克步枪 稍懂些军事常识的记者心里不免一惊 这可是个发射14.5毫米弹药的大家伙 是二战中苏军用来攻击纳粹坦克和装甲车的 这一枪打出去 后座力量多大呀 看看同伴射击后惊愕的表情 更令记者感到紧张 于是乎怀着忐忑的心情 记者战战兢兢的走向了射击把位 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家伙等着我们 粗壮的枪身 暖气片式的散热片 一对石心的铸铁轮子 这分明就是一厅二战时期 苏军使用的防空重击枪吗 经历了刚才反坦克枪的考验 你这个重击枪总不会也那么吓人吧 双手紧握握把 按动中间的发射按钮 一阵天摇地动 五脏六腑仿佛也跟着颤动 这感觉比刚才的反坦克枪有过之而不及 感觉怎么样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军情解码 随着最后一发子弹出堂 整个射击靶场终于安静了下来 但是记者一行人的情绪呢 却被调动了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接下来将要举行的是 坦克驾乘体验 这让人非常期待 坦克驾乘体验是当天活动的重头戏 那么他们会给我们的设置组带来怎样特殊的感受呢 一起来看一下 经过前面的热身 一行人已经逐渐进入了状态 接下来就是实际乘车体验了 盖金公司对这次采访也是十分的重视 不惜投入重金 一下子租用了四辆坦克供给大家体验 而这四辆坦克就是二战期间苏军最著名的T34型中型坦克 当年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坦克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由于综合性能优秀 T34被东西方公认为二战期间最好的坦克 当时苏联总共生长了多达五万三千辆的T34坦克 当年战场上如潮水般冲破德军防线的一股股T34洪流 成为了苏军的一个符号 至今仍然让俄罗斯人感到无比自豪 近两年来在红场举行的纪念魏国战争胜利日阅兵上 T34坦克总是作为机械化方阵的先导车 头一个出厂 足见其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 如今这样一辆世纪名车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将要乘着它去体验一段从未有过的经历 想到此不由的让人感到无比兴奋 急切的想要爬到车上去 去感受世界就在我的履带下 任我碾压的豪气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一辆特34855坦克的炮塔里面 这个也是我这辈子头一回坐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大家看一下 我是在驾驶员的右侧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叫无线电 无线电手他待的一个位置 然后他除了操作无线电 他还有一项工作就往这看 这应该是一艇叫航向机枪 就是他负责这个对敌射击的 就是对威胁坦克的步兵进行射击的 这个车的给我的感觉啊 这个里空间很小 但是这个一个坦克要装下五个成员 每个人摊下来的空间非常非常狭小 很难想象在这个车里 你能连续作战几个小时 不知道这个说这个你的技能如何 但对人体的体能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极限的一个考验 发动机的噪音非常非常大 我说话你们可能几乎都听不见 我们摄像可以通过驾驶窗往前看一看 驾驶员的状况 驾驶员处于这一状态 就叫开窗驾驶状态 大家可以季节站能看到啊 有好多土会吹进来 所以这驾驶环节还是很恶劣的 可以说对全车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考验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啊 不知道有 不知道这个速度是多少 就感觉晃得点 就直到东南西北了 完全不错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但是往天上看还是挺爽的 坦克终于停了 而此时我们这些体验者的感觉却不大妙 我刚跑了一圈车下来啊 这个基本上怎么说呢 这个被发动机的这个轰鸣和震动 这个五脏六腑已经 我都快觉得已经快错位了 已经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我们这一圈车下来 也就是不到二十分钟 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通过这个驾驶窗这个位置往外看 能看到我走的路 还是相对比较平坦的 但是说句老实话 在这个车里坐的这个位置上 真的感觉很煎熬 经过一轮车内驾乘体验后 大家还显得意犹未尽 于是一行人再次爬上了坦克 开始了第二轮体验 不过与第一轮不同 这回大家全都是坐在车外 专业点说 就是从坦克成员 变成了坦克搭载的步兵 这又会是一种别样的感受 咱们现在采访采访这个超级军迷 也是咱们兵器知识杂志的这个白孟臣啊 看看他有什么感受 现在就说我们的位置基本就是坦克步兵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要用枪炮塔的方式来通训 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为我完全听不见 这是我们游泳星空的资深编辑 来咱们也听听他 坐了这几圈以后有什么感受 感受非常的奇特 以前不知道战斗民族是什么感觉的 现在多少有那么一点感觉了 当年二战的时候 装甲兵们开着这样的坦克 祝就了那样的辉煌 我觉得多少有那么一点身离其境的感觉 好 继续我们的节目 之前当人们每每从影视作品当中看到 坦克拔营夺债所向披靡的画面的时候 一方面会被坦克所展现出的巨大威力所震慑 另外一方面也会对飞风霸气的坦克手心怀向往 但是只有当你亲身经历之后 你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坦克手的艰辛 在狭小封闭的铁壳子里 别说打击的铁壳子 晚上就是在里面待上个把小时 也是对人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 正在大家平复各自的心情 交流彼此的感受之时 之间不远处又有一辆坦克轰熔熔驶来 莫非还要再来一次乘车体验 相信有了之前的经历 大家恐怕都不想再钻进这个钢铁巨兽中去接受考验了 那么它又是来做什么呢 原来这辆T54是要给我们表演一个在欧美国家十分流行的项目 是要出去 是要给我们表演一个在欧美国家十分流行的 碾压 倒车 再碾压 几个回合下来 原本一堵多重的小轿车已经面误全非 玻璃碎片和零件散落一地 车身则被完全压成了一块铁板 坦克再一次显现出了它巨大的威力 可以说一天的军事体验安排得满满当当 但活动还没有完 此刻战斗民族追求极致的个性 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回 现场俄方指挥员宣布 活动最后一项是坦克射击 听到这一消息 立即让我们已经疲惫的神经再度兴奋起来 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巨响过后四周恢复了平静 正当大家志得意满地等待结束一天的活动之时 细心的盖金公司工作人员又给我们了一个惊喜 感谢大家参观今天的活动 我们对大家准备了一些惊喜 是坦克加持针 用这些加持针大家可以开坦克了 之前人们在形容俄罗斯民族特质时 经常提到的就是直爽 彪悍 坚强和勇气 而通过刚才的这一幕 我们又体会到了俄罗斯人细腻的一面 这也让我们对战斗民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这里有全世界最齐全的二战苏德坦克 这里有苏联时期别具匠心的绝世孤品 重达188吨的属世坦克 四旅带的279工程等等 所有这些让这里成为了军迷和游戏玩家心中的圣地 军情解码带您走进莫斯科库兵卡坦克博物馆 一起去探寻哪些传奇坦克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敬请关注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军情解码 我说句 感受俄罗斯军事文化独特魅力 领略战斗民族的别样风采 对于广大军迷和游戏玩家来说 去莫斯科有一个不可不去的地方 那就是著名的库兵卡塔克博物馆 库兵卡的馆藏既涵盖了二战时期 苏德双方几乎全部型号的坦克和装甲车辆 又有苏联时期各个设计局和生产厂 制造的绝无仅有的试验样车 可以这么说 库兵卡每一件藏品的背后 都有一段显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下面继续我们的发现之旅 带您一起走进库兵卡坦克博物馆 对于军迷和游戏玩家来说 这个地方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地 这个地方是哪儿 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脚下站的 莫斯科库兵卡坦克博物馆 它也是世界三大坦克装甲车博物馆之一 因为它有大量的馆藏 特别是有一些绝世的真品和孤品而闻名世界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看一看 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库兵卡坦克博物馆 坐落于莫斯科西南约60公里的库兵卡小镇上 二战期间 这里是苏联装甲兵总局和炮兵总局的坦克测试场 许多从战场上缴获的德军坦克 都被拉到这里进行试车测试 当地居民曾戏称 这里矮的炮弹中红军打得最多 法西斯的炮弹却很少 1978年9月10日 当时的苏联红军装甲坦克总局 正式在此成立了库兵卡坦克博物馆 据了解 库兵卡博物馆收藏有290辆 各个时期各国生产的坦克食物 而这290辆坦克分布在7个室内展馆 和室外展区近7万平米的广大范围内 如此看来不找个讲解员恐怕是不行了 原来以为这里的讲解员都应该是坦克部队的退伍老兵 可没曾想管风派来的讲解员居然是一位俄罗斯大婶 这多少让我们有些失望 不过讲解员大婶呢 传神的表情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 似乎向我们证明了她足以承担这份工作 在我们的要求下 讲解员大婶直接将大家带到了存放缴获德军装甲车辆的6号厅 一进展厅她马上就进入了状态 很投入地为大家介绍起面前的这些战利品来 说到兴奋处 这位大婶突然伸手一把把地上的展板拎了起来 冲着我们连珠炮似的说着些什么 这样的讲解记者还是平生头一次遇到 看来战斗民族的豪放个性不分性别人人皆有 而且随时随地会迸发出来 展厅内军迷和游戏玩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二战德军经典坦克 被整齐的排列在过道两旁 依次望去虎式坦克 豹式坦克 虎王式坦克 还有费迪南和猎虎反坦克车是样样不缺 从外观上看 他们的保养状态都十分良好 七十多年的岁月魔力在他们身上 仿佛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穿过入口处的几排装甲车 我们首先来到了一辆德军虎王式坦克面前 这时坦克车身上的一排文字引起了记者的兴趣 经翻译询问蒋介员大婶得知 原来那上面13 8 44等一串数字 技术是这辆虎王被缴获的时间 而它的来历则更为传奇 据蒋介员大婶说 这辆编号尾102的虎王式坦克 原本隶属于德军501重坦克营 是一辆刚刚出厂不久的新车 当时这辆虎王才被火车拉到位于波兰某地的前线车站 还没有来得及从车上卸下来 就被冲向来的苏军完好无损地缴获了 而这个时间就定格在了1944年8月13日 虎王式坦克被很多军事爱好者看作是二战中 出现的最强大的重型坦克 但是蒋介员大婶对其却颇有些不屑一顾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曾经有三辆被缴获的德军虎王式坦克 在运回酷兵卡之后进行过抗打击测试 当时苏军122毫米和100毫米火炮对其一顿狂轰 结果发现苏军发射的炮弹 虽然无法击穿虎王坦克的装甲 但是对同一部位多次打击后 虎王坦克出现了装甲汗缝开裂 和装甲表面大面体崩塌的现象 实际上当二战进入到中后期之时 德国的战争资源已接近枯竭 制造装甲板所需要的重要金属木 更是彻底断货 这直接导致了钢板的韧性严重下降 即使不被打穿也会出现崩塌解体的情况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军情解码 二战的末期 纳粹德国为了挽回败局 曾经丧心病狂地研制了一个重大188吨的钢铁怪物 鼠式超重型坦克 如今在库宾卡 全世界现存的唯一一辆鼠式坦克就摆放在那 这个听上去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到底长得什么样 它又是如何来到库宾卡的 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在六号掌管的最里侧 我们终于看到了库宾卡博物馆的一件正馆之宝 鼠式超重型坦克 刚到近前 大家立即就被这个庞然大物散发出的强大气场所吸引 长达十米的超长车体 近两层楼高的车高 粗大的128毫米口径坦克炮 再加上敦时厚重的装甲 所有这些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极度的震撼 讲解员大婶不失时机地再次拎起了摆放在地上的展板 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起来 记者注意到 这辆鼠式坦克的车体上布满了弹坑 大大小小一共有九个之多 而且深浅不一 个别弹坑的深度竟然达到十几公分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彻底穿透鼠式坦克的装甲 原来这些弹坑都是这辆鼠式坦克被运回库兵卡之后 苏联方面使用各种火炮对其进行射击实验室留下的痕迹 但如同您看到的那样没有一种火炮发射的炮弹能够打穿它 广大军事爱好者和游戏玩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 鼠式坦克从未上过战场 可您也许不知道它曾经距离战场仅一步之遥 1945年春苏联军队攻占了鼠式坦克位于柏林的测验场 鼠式坦克的一号原型车在苏联部队攻占之前 已经被德方进行机械性的破坏 而二号原型车倒是全副武装地被派遣到柏林准备战斗 不过当它以自己的动力行驶到半道时 就发生了严重的机械故障 于是在一炮未发的情形下被车里的组员引爆弹要自毁了 面对两堆残骸 苏军决定把一号原型车的车体与二号原型车的炮塔凑在一起带回苏联 于1946年5月4日被送回苏联测试 当苏联陆军在1951年到1952年之间完成所有的测试后 这辆拼装复原的鼠式坦克就被送到了库兵卡坦克博物馆作为永久陈列展示 在鼠式坦克一旁 停放着库兵卡博物馆另外一件正馆之宝 德国600毫米卡尔旧炮 与鼠式坦克一样 卡尔旧炮在军迷心中也是大名鼎鼎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这也应该是孤品了这叫600毫米的卡尔旧炮 它的车身非常非常庞大 负重轮说句老实话之前我都没怎么正经数 我替大家试一下 12345678910 11 11对负重轮 这应该是我建造的负重轮最多的这么一个装甲车辆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 大家看这个大车辆 这应该是操作这个火炮 抚养或者是方向的这么一个机构 咱们再来看看这门 再来看看这门大炮 资料显示 这门大炮的口径达到了惊人的600毫米 是战争历史上所建造的最大口径的重型旧炮 每一发炮弹重达两吨左右 射程虽然只有六公里 但是威力巨大 弹头能够垂直穿透2.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然后在攻势内部爆炸 1942年6月 德军动用竖门卡尔旧炮 对固守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苏军阵地 发起猛攻 半个月之内 卡尔旧炮发射了近200发巨型炮弹 造成苏军一些构筑极为坚固的炮台和地下弹药库被摧毁 卡尔旧炮参加的最后战斗 发生在1945年4月11日 几门卡尔旧炮 在柏林以南50公里处迎击苏军潮水般的进攻 在强大的苏军进攻面前 卡尔旧炮根本无法阻挡苏军的钢铁洪流 纷纷成为了苏军的战利品 据悉当年德军为六门600毫米旧炮都起了名字 管藏的这门炮名字叫亚当 他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一门 和属世坦克一样 军事绝世孤品 显得弥族珍贵 感受俄罗斯军事文化的独特魅力 领略战斗民族的别样风采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天的军情节目 通过几天的采访 记者深切地感受到 军事文化已经成了俄罗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渗透到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而这种军事文化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俄罗斯民族这种勇敢顽强 坚韧不拔的性格又是如何传承的呢 接下来这个短片可能会带给我们答案 在俄罗斯的采访期间 有一个问题时常萦绕在心头 那就是被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民族 他们的那种勇敢 顽强坚韧不拔的性格是如何养成的 在莫斯科近郊的瓦蒂姆科技馆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位母亲带着自己只有五六岁的儿子 在一个展位面前助力了很久 母亲正在将展板上面的内容 读给自己的孩子听 这个展位讲述的是 卫国战争期间 一位苏军飞行员和他的战机的故事 当年这位飞行员 驾驶着这架一二二强击机 对入侵的德军坦克 进行了顽强的阻击 战斗中 他的飞机为德军的地面炮火打成重伤 这位飞行员不得不跳伞 而飞机最终掉到了一座湖里 几十年后 这架在湖底沉睡多年的一二二 被人发现并打捞了上来 而那位后来成为苏联英雄的飞行员 终于和自己昔日的战友重逢了 母亲认真地讲着 而孩子也是一脸严肃地仔细聆听 还不时伸出稚嫩的小手 去触摸面前的残骸 从他懵懂的表情上看 他未必能够完全弄懂母亲讲述的内容 但是我们相信 国家英雄这些概念 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俄罗斯人还十分注重 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和上午精神的培养 而这种教育和培养 不光来自于学校 更多的来自于家庭 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 在各个军事主题博物馆中 经常能够看到年轻的父母 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在其中参观 而在社会层面上 也为这种教育和培养 提供了各种便利 当我们在莫斯科电影场外景基地 兴奋地摆弄之前 从未见过的重型器械 并被他们巨大的威力 所深深震撼而陶醉不已时 陪同我们的盖晶公司工作人员 却在一旁微笑不语 连续的小孩打重击枪 战斗民族确实够韧性 这里是莫斯科最著名的步行街 阿尔巴特大街 这里商破林立游人如知 是莫斯科市民和各地游客 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而就在这条大街上 赫然矗立着一组长达几十米的宣传栏 上面全部都是卫国战争中 苏俊著名统帅的人物和事迹介绍 此外在整条大街最显眼的一座墙面上 同样绘制有一副诸可夫元帅的巨幅画像 在这寸土寸金之地 本该竖起一个个商业广告牌 而莫斯科人却要将对历史和英雄的记忆 对于宣传出 我来自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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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次输掉 我们来自作词 我们现在一起去 我们这里 自由的 世界 天空 对于这些人 你认为这些人 你认为这些人 可能会不会不错 没有 为什么 对 9月9月1个人 我們可以說的是記憶 所以大家記得 也是記憶 所以大家記得 以為人去保護我們的祖母 我們看了 9月份 這就是大多數不在哪一種歷史 一般的歷史 這就是每個歷史 這就是所有的歷史 都發生了大多數的代表 这是我们不关心有 Hani Abbey后发 lesson 我哪里的故事我燕姥 他最尊人的名字 也是这样的 至于对的地方 因为更多 members这样的质私 所以可见地去 Например 对中国之 meio有些人 实际 read 很漂亮 び危险 是尊全平 他们贤商就可以? 敢于牺牲 这既是游客们看到这块宣传缆的所感所响 也是俄罗斯民族想向世界传递的声音 这里是莫斯科无名烈士墓 它位于克林武林宫红墙下的亚里山大花园 建立于1962年胜利节前夜 无名烈士墓顺红墙而建 面朝北 深红色大理石基础上 为苏联红军军旗和钢盔的青铜雕塑 庄重宿墓 目前有一个五星状的火炬 从五星中央日夜喷出的熊熊火焰 自建成一只燃烧到现在从未熄灭 它象征着烈士的精神永远光照人间 火炬前方青色大理石地面上 镌刻着一行名文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魏国战争期间有两千七百多万苏联平民和八百多万军人 魏国军区 多少人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虽然有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但他们永远是俄罗斯人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英雄 和平年代我们感受战争可以通过重走战争的遗迹 博物馆阅读战争的史料纪录片 然而如果希望邻居里感受刚与火之歌 战争为平或许是你的一个选择 向在魏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